症状 失眠、烦躁、食不下、发烧、气喘、多汗、流鼻涕、耳鸣、耳流浓、口眼歪斜、咳嗽、呕吐、腹泻、便秘、小便困难、白带、抽筋、板肌脂等 或属他处或属本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力虚弱可显示为生命的脆弱或危险 如行动迟缓无力、异常疲惫、瘫痪、肌肉萎缩、暴瘦、声音微弱、面无光泽、肢体冰冷、怕冷、发抖、水肿等 多属本处体伤所致 很显然我把症分成这三大类 有我的用意 为的是什么 在治疗的方便性 你看到我的归类 症的不适感 你就马上可以联想 这个只要找开关就能解决了 那如果症的体力虚弱 你第一个要考虑的是先温敷再假 先内外热炎而不是找开关 因为他多属怎么样 本处体伤 那症的功能 他也可能是要找开关 也可能是要怎么样 温敷 就像早上我举的那个板急纸 有没有 他手掌有痛 那症的不适感 我一定可以找到开关 按一按就可以解决 但他那个板急纸 按完当然也有松 有松一点 但要让他完全好 能够自由 还要加上怎么样 温敷 所以他也可能是他处 他处能解决 但是还要有温敷 也可能是本处 都有 那这个时候还要加强温敷 那你看我这样分类的时候 你以后看到病人这样来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底了 这个我是应该要先按推 还是先温敷 或喝姜汤 你心里就有个底 那我们医师第一个最重要就是 什么病人来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 你看我们这样观察 大概就已经知道 我们要怎么处理了 那不用透过四诊心法 望闻问切 一下子很快 所以原始点 夜把医学化繁围检之后 你只要看到 症的这三种 那大概心里就有个底 但是不是最精准不对 因为它到底是属他处或本处 最终还是要经过按推原始痛点 来确认 也就是一定要打开开关 光这样观察是不够的 开关开了 也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有效的 我们称为怎么样 他处体伤 没有效的 才可以说是本处体伤 症的体伤位置分类 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其准确位置 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疾病改善与否 才可确认为他处或本处 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 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外伤肿胀 破皮 出血 目翅 口窗 丁窗 溃烂 烫伤 化学毒液灼伤 青春痘 牛皮血 肝血 红疹 褥窗等 属本处体伤所致 可见 壮单凭目视 即可分辨 好 这个壮 这里也把它表达得很清楚 所以 这些绝对不可能按推就能解决 一定要怎么样 内外热源 让我们的体力恢复了之后 然后我们的致意力 修复力就可以发挥 来修复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达到根治的作用 那这些壮一定是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种病人如果有壮来 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不可能用如果以中医的三大疗法 不可能用针刺穴位人解决 一定要怎么样 温敷还要给他要中药 那中药一定是温热的 好 那这里我们把症或状都讲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要把症跟状分开 那以前中医为什么没有分开 我们这里这么强调要分开 好 我们看下面的理由 这里将症与状分开 即使为了指出状消失后 症未必能解除 反之 症解除后 状也未必会消失 譬如肿痛 常见有肿消而痛仍在 或痛消而肿依旧的现象 即可证明 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有一些更明显的就比如说脚踝扭伤 肿痛就在了 对不对 那如果在西医的讲法 他说肿痛一定要24小时内要怎么样 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其实肿跟痛它是两个症状 一个是症 一个是状 两个刚好在一起 然后同一处发生 所以你要解决它的肿痛 一定要怎么样 第一个要找开关把痛解决 那痛找开关揉开了它就能消失 但问题有一个 肿不可能靠揉就能好 这时候肿要怎么样 要温敷喝姜汤 对不对 但西医却说肿痛要24小时内冰敷 这个是很明显 绝对有问题 因为我们一路坐下来终于确定 所以你们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要分 马上可以看清 症状的本质 然后直接就知道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这个应该用很多案例来说明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概念 一些以前也没有分 那西医更没有分出症跟状 那中医本来就有三大疗法 但又不知道 有些应该要用他处 有些要本处 他也没有划分那么清楚 所以对症与状 这么重要的议题 他还是含糊带过 那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青春痘案例 症状会不会生出 另外一个症状来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这里有没有青春痘 又加上痒的 有没有 真的啊 那你痒不痒 你现在痛是吗 太好了出来 那我们来证实 你现在哪里痛 那为什么他会痛 你去挤对不对 你看轻轻的捏他就会痛 对不对 他认为他刚好有一粒也在痛 那我们来做做看好不好 马上做 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 那我揉完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不会好 因为他痘痘有没有消 不可能立即消了 有没有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痛啊 哦好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好 那来你慢慢起来看看 你再捏捏看 那个感觉 好发疹 好发疹哦 脖子肿案例 你肿在哪里 这里是吧 好 那你觉得这里肿又痛吗 好 好 整股下移 我看看 这里是不是很痛 你忍得住吗 还可以吗 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 尤其这一点 他这里哦 最痛的点是这一点 你看 我轻轻一碰 有没有 他就开始叫 你现在再摸摸 你刚刚说的肿这里 他还痛不痛 不痛了 好 有没有看得出来又肿又痛的 有是吗 你哪里肿痛啊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来 因为 这里也肿嘛 这里我看你肿 全部都肿 现在还太痛了 痛哪里 现在是我走路 还会一拐一拐就 最痛的是这边跟这边 这两点是吗 这两点最痛 那我们现在来做 好不好 痛不痛 还好 还好 这里呢 那边比较痛 这里也比较 那表示这里比较痛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帮他舒缓一下 好 那你再走一走看看 那个感觉 你跟大家讲一下 原来这边是很紧 然后现在比较松了 比较柔柔的 痛也减轻了 痛也减轻了 好 其实这些案例都随便找就可以找得到 包括我也看过膝盖肿 然后又变形 他们也以为这个肿会产生痛 而揉完 痛都立即消失 但 有一点 肿还在不在 通通在啊 那代表怎么样 我没有把它肿揉好啊 那表示它根本不是他处体伤的开关啊 它一定是本处体伤 所以这个肿一定要怎么样 继续温敷 它才能消 那很明显 它只是在一个一处 又有肿 又有痛 那两个之间彼此没有因果关系 不能说肿伸出痛来 也不能说痛伸出一个肿来 两者是不一样的概念哦 因为它背后的来源根本不一样 那这个如果不厘清 你怎么治病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